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市长柯文哲宣布大巨蛋营收分润采包底抽成 计算方式已与远雄签订合作备忘录 相关的细节文字延定以及后续修约 将继续与远雄协商并择其正式签约 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 大巨蛋在他上任时就吵得沸沸扬扬 包括当初大巨蛋为何设在这个地方 还有开发权利金零等是不平等合约 与远雄肯谈后大巨蛋如果成功赚钱 应该要有一些回馈 其实很多人都忘掉 大巨蛋停工真正的理由是不安途施工 当然是为什么不安途施工这么久 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一个这么庞大的建筑物体 不安途施工 也不可能看到的 假装不知道让它继续施工下去 那当然就说你这不安途施工 叫它停工 如果只是说窗子换个位置 那才好办 那连柱子都不一样 除非拆掉重建 那也不可能 所以怎么办 就真的再重新申请一张建筑 哇这个等于重新申请一张建筑 这个就拖了好多年了 所以其实那个 单单防防避难性审查 在中央就审了差不多两年十个月 所以很多 那当然回到我们市政府环评 我记得又开了八次了 所以当有很多人在看的时候 这个建筑要过就不容易了 那总算花了很长的时间了 把程序走完 那当然在期间我们也是 希望说大巨蛋是一个安全的建筑物 那所以 其实我一开始看 它的确有些公安上面的缺点 包括这个防火区化 这是很基本的概念 它在地下室完全没有做防火区化 这个是很奇怪 所以防火区化重新做了十几个 然后动线再重新调整 逃生梯再增加 其实后来我们现在大巨蛋跟 国务经典馆之间地下道也有打通 所以 经过一些重整 总算让大巨蛋至少它看起来是比以前 安全度是提高很多 那另外一个是 权力均的问题 当然原始的契约文件就没有权力均这一条 所以这个就很难跟人家去谈判 所以当然也是跟远雄有肯谈 我就说这个还是要进到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 虽然一开始在订的契约完全没有 营运权力均 没有 开发权力均 但是我们总是 如果有一天这个大巨蛋成功的 会赚钱 总是对社会有一个回馈 副市长黄珊珊也说 当年大巨蛋一约他就认为是 诡异诡异再诡异 经过两年的重启一约 协商就是要终结领权力均 所以修正后的合约 我们是按照 我们公开招标评选的 安侯企业管理公司的得标 我们提出了大巨蛋案的权力均 收取机制评估报告 那安侯公司依据远雄巨蛋 他提供的109年的投资计划书 还有市场的资讯 作为分析的基础 建立了财务模型 依照不同的情境试算 权力均计收的期间跟比例 提供给我们参考 所以我们在5月份 核定了这个报告书 修正后的合约 大家一定很好奇 我们到底谈到了什么 因为整个他提出的109年的 投资计划书以后 考量到疫情缺工缺料 还有新建成本的确有提高的状况 他公司交的权力金之后的 股东的内部报酬率 还有合理的投报率 以及银行融资的契约财务的比例 来要求跟 以及体育床管 营运不易的相关 损益两评的这些特性 也就是我们评估了各种的因素 来掺着我们申请的比例 安侯给我们的报告 里面有一定的比例的区间 也就是包底跟抽成 包底的部分 在预估营业收入 就是他必须要提出一个预估营业收入 的情况下是0.6到1.2 超过预估营业收入的部分 120%的部分 0.7到1.8 超过120以上的部分 1.4到3.6 所以这个区间是 就是财务顾问给我们的建议 接下来就是今天最重要的 宣布就是 我们在预估营收 远雄大巨蛋 如果赚了一千块 台北市民可以拿到多少钱 这边有四个答案 一个是1块 5块 6块 14块 我们目前谈到的就是 台北市民在远雄大巨蛋 他只要开始营运 他就可以分到6块 也就是千分之 6 百分之0.6 就刚刚这个包底 那简单来说 只要他开始营运 大巨蛋跟周边设施开始营运 我们就会用包底抽成的方式 来分论市政府 营收1千块 台北市政府分到6块 如果一年的玉屋营运的话 是50亿 那台北市政府一年收到3000万 那如果是60亿 就是3600万 另外 我们也约定了超额分润 也就是超过预收营收的部分 可取得1%到1.6%的超额营收分润 也就是无论营收高估或低估 包底抽成台北市政府 都会分到相关该有的利润 如果我们大巨蛋的预估营收 是每一年60亿为例子 那他如果实际的营收是50亿 那大巨蛋还是要缴交60亿 乘上0.6% 3600万元的分润给市政府 那如果他的年收入增加到70亿 那他除了要缴交计划营收分润 的3600万之外 他还要进到的第一阶 的超额营收的分润 也就是70亿减掉60亿 有10亿要乘上1% 总共是1000万 所以他缴交 总共缴交4600万元的分润 给市政府 那如果他的营收更好 达到了每一年80亿 那除了刚刚所提到之外 他在80亿到 72亿到80亿之间的这8亿元 就会进到了第二阶 的超额营收的分润 要乘上1.6% 所以等于1280万 所以在年收入80亿的情况之下 大巨蛋就要缴交给市府 6080万元的分润金 那我另外用一个算式 来跟大家做说明 如果说大巨蛋的实际的收入 是每一年80亿元的情况之下 如果他的预估营收 是每一年有60亿 那他就是有60亿要乘上0.6% 然后有72亿到61亿之间 这12亿要乘上1% 然后他的72亿到80亿之间 要进到第二阶 乘上1.6% 所以总共他要缴交给市府 是6080万元 那如果他的年收入 稍微比较低一点是50亿 那他的预估营收是50亿 他实际营收是80亿的情况之下 那他有50亿要乘上0.6% 然后50亿到60亿之间 要乘上1% 60亿到80亿这20亿 要乘上1.6% 所以总共要缴交 7200万元的分润金给市府 所以我们就是透过 这个包底跟抽成的分润机制 来保障市府以及市民的权利 黄珊珊补充 预估营收 远雄可以报多报少 但报少的话超额抽成就多 预估营收报多 包底分润就多 因此无论如何 市府市民都不会有损失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淡然百年山境的重现 六年来在北北基宜 与中央部会的同心协力下 逐步实现 长距离步道梦想 北北基宜淡然跨县市会师记者会 今年重回原点 在台北蒙甲公园热闹举行 也宣布台北淡然文化镜 与北北基宜四县市的淡然路网串联完成 详细台北基宜淡然跨县市会师记者会 选择在淡然路网的起点蒙甲 来到蒙甲公园举行 好我们淡然文化镜启动 我们也期待下一次可以跟大家相会在这里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新北市副市长谢震达 基隆市副市长林永发 宜兰县副市长林建荣 及中央部会代表等人 一起揭开未来将设置于台北淡然文化镜 路线上的地平指标排斥 也正式宣布在台湾千里步道协会 与工部门的跨单位努力下 台北淡然文化镜 与北北基宜淡然路网完成串联 我最近因为疫情这么严重 大家心情都不会太好 所以有一天我走过东山市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自己走进去了 就突然自己走进去 然后看到他很虔诚的在膜拜 我就突然觉得说像我这样的年纪 已经一路走来在台北 台北这个城市养育了我 我是一个台北人 我突然觉得这一生中实在太多贵人对我很好 我就默默的在那边就是对着这个神明祈祷每个人的平安 我就脑筋里开始念了很多名字 从我小学开始一直念念念念念 忽然觉得这个土地给了我们养分 所以我很庆幸在16年前我们推动千里步道 然后其中2016年荡南古道 最后回到这个原点 回到万华这个原点 其实走步道对我来讲就很像走回家一样 所以回到这个万华就很像回到家一样 这个步道让我自己得到疗愈 也得到自由 也得到平安 所以希望这种感觉大家可以分享 谢谢 谢谢小佑老师 龙山市是台北的八原地 那也是这个淡南古道的起始点 那从2016年四个城市 大家一起会整起来 要让这条古道能够重现 我非常的感动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到市政府 所以刚刚我才跟协副市长说 哇这个已经准备了六年 终于把相关的调查做完 相关的路径要开始一一的重现 那也邀请了四个县市一起来 让这件事情美好的开始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正式的宣告淡南这条路径重现 然后台北市会在相关的景点 我们都会设置这样的标示 那也希望很多市民朋友 这几年非常重视所谓的走路 台北是一个很适合散步的城市 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 怎么样让大家可以走 从台北车站走到远山 我们目标是希望大家可以走到关渡 今天这个活动更伟大 我们要从蒙甲走到宜兰 大家说好不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很重要 所以我们大地处也非常的认真 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 都能除了参加台北大纵走以外 我们从今天开始在立下另外一个宏愿 在我们前辖的时候 假日的时候就开始探寻这条路径 一直到宜兰 从台北到基隆 新北 然后走到宜兰 这条路径将会是北台湾的传奇 最后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谢谢你们 我们来试试 淡蘭古道 它同時具有過去性跟未來性 在清代的時候 它是從淡水廳到閣馬蘭廳 人民所走出來的一條路線 就是如同剛剛主持人所說的 新北市的淡蘭古道 占所有淡蘭古道的70% 所以從104年開始 我們就跟我們千里步道協會 還有我們很多的志工團體 一起公私利合作 我們做了一個重建淡蘭百年 三進的一個計畫 我們開始做這個計畫 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 能夠把我們淡蘭古道 所有的文化 所有的人文還有資產景觀 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然後建立一個環保自然 人文豐富的一個北台灣第一條 這樣的一個長距離的步道 當然同時我們也希望能夠擴展一個 長距離漸行的新的旅遊方式 其實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夠把淡蘭古道 所有周遭的部落 聚落 它的產業能夠把它發展出來 除了發展出來以外 當然最近很流行的在地創生 我們也把它融入在這裡面 然後透過這樣的一個 大家的努力 所以新北市大概在110年的時候 也就是去年我們大概已經把淡蘭古道 在北道中道南道 大概都已經架構完成 所有的一個路徑 大概都已經完成 它的所有的建置的一個過程 當然淡蘭古道的修復 不僅是修復而已 也不只是串綿而已 我們希望是走這一條路的人 他是對這一條古道 走了以後有一種百年的感覺 有一種百公里的一種感覺 中間的一些人文價值 還有它的歷史文化 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走路 能夠把它呈現出來 當然古道這兩三年 其實很多人已經去走過了 所以透過這樣的一個走過 我們用導覽 我們用環境教育 還有我們包裝在地的一些產業 希望能夠讓所有走過的人 能夠享受我們這些鄉鎮它的美食 能夠鼓勵大家去採買他們的產品 然後促進我們在地的一個經濟 這個是我們新北市的私心 希望這個私心能夠 透過丹蘭古道的推載而獲得一個實現 那很高興這一條步道 慢慢的已經成形了 那我們也希望因為這一條成形的一個 長距離的步道能夠吸引更多 將來在意後更多的國外的 喜歡走長距離步道的人士 能夠來新北來台灣來朝聖 因為這也是一種新的旅行方式 非常謝謝我們台北市把最後的那一段 把它串連起來 因為這一條包括台北 宜蘭 基隆 新北 串起來其實就是北台灣的一個發展 過去的一個發展 淡蘭古道經過四個縣市 那剛才主持人也講了 其實基隆是一小段 但是基隆這一小段 它卻有著很重要很悠久的歷史 其中北陸跟中陸的起點 就在基隆的軟軟 早期我們的貨物運輸在陸陸不發達的時候 其實淡水河進來轉基隆河 是一直傳到軟軟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 你要過那個基隆河叫做過港 也就是那裡是一個港 所以那一邊的過港社區 過去過港路那邊都是在 現在都還在 而且基隆軟軟這個地方 也是早期很早發展的 因為在這個地方 它的出產裡面 包括很重要的 早期的我們衣服的染料大金 那邊出產的茶葉 出產的煤礦 也是透過這個的地方 然後用船運輸出去 人民的需要的生活用品 也是用這些運進來 然後這一邊要跟宜蘭這一邊的串聯 其實就是從軟軟 然後經過我們的時分到 要擴大到外澳 那這一段也是北中南路裡面 人民生活最常用的一個古道 包括生活 包括婚商喜慶 包括物產的運輸 都是透過這一條路 那在這邊我們也為了讓這一個淡蘭古道 讓它充分的發揮出來 我們也非常謝謝觀光局 這邊給我們很多的協助 在軟東峽谷這一邊 我們除了淡蘭古道 包括它的支線 我們觀光局的協助 我們從步道的整理 包括指標系 包括我們也印了一本淡蘭千里古道 軟軟型的一個解說冊子 那我們也希望大家有空到軟軟來 除了走淡蘭古道 這周邊的人文環境體驗一下 當時的生活狀況 這幾年我們四個縣市 還有中央有關部會經常舉辦平台的活動 提出很多的經驗交流 來提供給愛好 步道 健行的一些朋友們 那麼也重現啟動 我們淡蘭文化境的一個研究 繼續來串聯 讓我們大家投入了很大的一個心力 那麼這兩年來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兩年停辦了這個記者會 今天我們非常感謝台北市政府 跟我們台灣步道協會 共同來舉辦世界步道日 下個月的第一個禮拜六 還有就是淡蘭古道的一個記者會 很高興代表我們林縣長來參加 那這五年來我們看到千里步道學會 經過大家的努力 可以看到淡蘭古道不僅僅是我們把它從歷史中喚醒 更重要的是淡蘭古道應該已經成為台北市民 新北市民、基隆市民以及宜蘭市民 生活中的一部分 水利署是這個活動裡面的 非常大的受益者 因為水利署負責 這個大台北地區水源的守護 我們的台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我們劉局長今天也在現場 另外同樣的也是守護著大台北地區安全的 我們的水保局的這個台北分局的白秘書 他也在現場 在過去這幾年我經常跟他們一起 在我們的平林山區 在我們淡蘭古道經過的這個雙溪等等 這些地方去勘察這個相關的水源保護工作 我就發現每到假日 我們的市民在這個地方活動 若意不決 我們的淡蘭古道的這個活動 讓市民深刻的了解到 政府在保護水源上所做的努力 以及讓大家能夠親近水源 愛護水源 因此水利署非常榮幸能夠參與這樣的活動 而且我們也繼續努力 而且希望這個活動能夠擴展到全國 讓每一個這個保護區水源特定區 水源保護區的人們 都有這個機會來享受這樣的一個成果 淡蘭百年先進的復興和推動 有賴公司部門的協力合作 未來這條國家級律道也將持續與國際接軌 我想這個淡蘭古道是國家律道一個 啟動很重要的一部分 交通部是我們一個主責單位 那交通部就是有交付給我們的一個 交通部公務局 及我們的東北角的一個管理處 那我想這個從在應該十幾年了 就是說不管是這個北路、中路、南路 相關的議題的建設 我們都有持續的投入相關的經費 或者是說人力 那現在都已經大致的建制完成 這個也很感謝我們的這個 四個縣市政府一起來就是合作來推動 那這個公司協力 以及就是說跨域的一個治理 這應該是台灣一個很好的一個典範 那除了這個我們四個縣市政府 在就是來共同來推動參與之外 我要特別感謝我們國發會 給我們那個經費上的一個資源 所以現在不管是宜蘭縣 或者是這個基隆市 他現在推特的這套觀光前站計畫 那就是我們國發會這邊 給我們這個經費上 計畫上的一個支持 那未來我相信在這樣的一個 持續的推動 整體的一個硬體跟軟體 都會做得更好 那除了這個硬體之外 在這個軟體的部分 像我們今年在國發會的獨島之下 我們也把那個網站也把它整合起來 現在也掛在行政院的網站 那這個也謝謝我們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 金融市政府 以及那個一個市政府 大家一起來合作 把這些指標啊 資料啊 把它盤點清楚 那現在 我們也在就是說 來籌備 就是也不是籌備 就是協助 那我們在今年的一個 亞洲步道大會 可能會到我們的草地步道 就是我們會來予以來協助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希望這個 在2020年 我們簽署了這個 一個備忘錄之後 希望這個步道 能夠來提升它的一個能見度 能見度 那我們也找了劉克香老師啊 吳烈正導演啊 拍了很多的這樣的一個影片 做個宣傳 那也在一些的OTA 或者是說這個局勢 都把它包裝的一個行程 那未來 我們希望 這個淡然古道 不只是台灣的一個百年古道 也希望是一個世界體的古道 那也能夠把它行銷出力 成交出去 讓我們這個世界的一個 購得觀賀 在不久的將來 解封之後 都能夠來提我們這個淡然古道 謝謝 就是我們千里步道協會 執行長這邊 還有我們小雅老師 還有我們的執行團隊 在這幾年 跟我們公司協力 跟我們的四個地方政府 還有我們相關的部會 共同的努力之下 我想我們在淡然古道的部分 大概都已經規模都已經完成 那國發會作為行政院 國家綠道的政策的 主責的幕僚的機關 我們現在在做一件事情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 建行文化歷史產業的 這些的脈絡跟底率 我們把它發掘出來 讓大家更多的能夠親近 我們這一條淡然古道之外 我們現在也透過多元的運聚的方式 所以在行政院的整合之下 那麼我們現在把整個基隆河的 這個水岸的自行車道跟步道 這個綠道全線都打通 特別要感謝我們基隆市政府 在最關鍵的這一段 八堵到暖暖 這八千多萬也順利的把它打通 那同時也感謝我們新北市政府 在我們很關鍵的就是在這個 三爪子跟這個三貂嶺的這個 這個隧道 舊隧道 也作為一個很棒的一個 非常漂亮的一個自行車道 所以未來我們可以在從台北 就在我們萬華這邊 只要走出水門 沿著我們的水岸自行車道 可以一路騎到 從五堵 八堵 暖暖 瑞芳 到喉洞 到我們的三貂嶺牡丹 然後換成我們來做一個步道的健行 之外 那我們可以再搭火車 來回頭 就是我們的腳踏車可以再坐火車 直接再回來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種多元運氣的概念 然後讓我們在 就是我們北北基營 所有的民眾 甚至包括全世界的民眾 有興趣的 都可以透過這種 低碳 淨零的輕旅行的方式 來體驗我們淡南古道的 文化歷史跟產業的底蘊之外 同時也能夠讓我們在這個古道上 我們非常好的 像我們剛剛副署長特別提到 我們很好的環境的資源 生態 也能夠讓世界能夠看到 漢人所在的地方都經過幾個階段 從港口 所以那邊是大碼頭 這最早還沒有步道的時候 包括馬街 等等那年都是從大碼頭進來 所以那邊叫三水雞 三條河會集 淡水到新店到達安西 人進來之後一定會選擇 距離港口最近的高地蓋廟 為什麼 廟蓋好之後賺到一些錢就要回去 所以港口到廟口 廟口後來形成各種世界 活動中也帶領參加民眾 走讀淡蘭蒙甲文化鏡 體驗建築宗教文化 與傳統老街等特色 台北市政府也特別感謝 台灣千里步道協會 及淡蘭義工隊長年的付出與貢獻 讓淡蘭路網逐步建構完成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 山老鼠盜發林木的事件頻傳 警政署啟動滅鼠專案 針對山老鼠盜發的熱點 以及可能出路的地點 設置了50個以上的藍檢點 不定期不定時進行機動查器 短短4個月查獲各類林木約54公噸 逮捕了上百人 紅筷 扁駁 孝南 牛樟 台灣舉目及台灣山 各式珍貴林木 全都是山老鼠盜發而來 警政署啟動滅鼠專案 針對山老鼠盜發熱區 以及可能出路的地點 設置50個以上藍檢點 不定期不定時進行機動查器 短短4個月查獲各類林木約54公噸 逮捕上百人 不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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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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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趴下去 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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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 幹嘛 趕好 老七總隊第四大隊 近期有碰獲這個 近年來 在北部地區 公路 環境的一個產銷 一條樓的倒閥集團 那本大隊以偵辦 重大組織判罪的一個方式 針對這個倒閥集團 我們以向上的溯源追張 還有斷軍柳的方式 來查契這些山老鼠集團 那倒閥不容許我們的牽鐵神木 成為山老鼠的集團機 那我們在整個偵辦過程 也透過司法的追訴 針對近期查獲的案子 連續申請 那個檢方積壓有12個者 那在追訴方面 檢方也具體求刑到20年以上 也促下一個司法紀律 那我們在郭友林地的偵訪方便 我們透過偵查科技 包括我們的空拍機 我們的遠端監控器台 來修正這個整個了解山領的狀況 那如果有犯罪的徵後 我們立即啟動我們的 犯罪骨機的一個偵查 來適時來偵破 那現場 這個大家看到的這一顆 這個是往牽連神木杖的樹柳 那這個樹柳 這個山老鼠把它切割以後 它透過加工 變成木魚瓶 價值可能從數萬元到數十萬 來獲取這個暴利 那接下來我們看來這個蕭南 台灣的貴重墓的蕭南 它是一個台灣貴重墓裡面用途最多的 從小的粉末可以做箱 做佛珠 那這老鼠用背架的方式把它背負下來 背下來 大家看到這個面積雖然很小 重達三十公斤 體而體不動 那這些山材經過架工以後 它可能變成黃金磚 可能變腳材 變成聚寶盆 讓它架實 非常發生 那我們整個侦探過程 我今天有把它做成 把我們寶器在山領巡護的一個整個過程 那同仁有時候在山領巡護 山區的環境是非常危險 那同仁甚至在巡查過程 也會造成這個意外的發生 但是我們都以 透過強化我們同仁的執勤能量 那把這個巡查 偵破的過程 透過影片來給各位貴賓來欣賞 大家看到 紅豆山在國內在 大概在這個中央山脈海拔 2000到2700公尺之間 那分佈於這個自然林 這個人工林是沒有的 如果在這個市面上查獲這個紅豆山 原則上都是大法林 它的生長速度非常慢 一年差不多0.2到0.3這個里米 所以說各位看到這個15公分的這個 寬境的這個宿境的這個紅豆山 大概就要200年 那各位看到我們查獲的這個紅豆山 這麼大千年就可以算出來 它已經千年的神木被卡罵下來 那紅豆山本身是因為它木質部 有這個成紅豆社 所以它因此得名 它本身裡面有這個紫 紫山蠢 是醫學界報導是這個抗癌的一個 兩樣 那早期是有比較盛傳到後來比較少 那它本身一萬多公斤的這個紅豆山 可以提煉萃取區差不多一公斤的紫山蠢 大家看到到是因為我們為什麼整個方塊 是因為這個收貨者 它為了蓋了房子 它做這個航島上面處理 所以才在這裏 那另外看到這個是牛樟 牛樟大概它的效能 看來一大堆這個東西 直接看到為什麼一塊一塊這樣 我們現在目前來講 我們在佛具店潮厚 它做這種情形 是因為神明在做的時候 手裡手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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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這種方式去做 那如果它做神明做神像 做完之後 它也可以做這個金磚 像隔壁那種金磚 那這個蕭南大概 大多做在這個家具類 那蕭南 我們看那個神明倒 頂會倒 大概都是這樣 它也是一樣 那在佛具店比較那個 大家比較了解的姿勢 在這裏 神明在做蕭南 一般可以做為女神 這個差不多就是男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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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相關的影片 我們給大家看到就是說 一般鎮場很難去錄到 它只是在稻草 都是被它採的時候 這我們裝飾監視器 在縮食飾演 在現場看它在稻草 這個貴重名目 難得 把整個流程都用完 那時候再搬運到這個 三下 這個流程 在台灣的山脈 擁有很多世界級的珍貴霓 如 紅塊 扁駁 蕭南 臨漫 臨漫 台灣舉山 還有台灣牧 台灣舉牧 那數年 都有上百年以上 甚至有超過千年以上的 但是這些珍貴的泥牧 常常遭到所謂的三老鼠犯罪集團 倒垮魔力 那這些珍貴的鈴木 都是我們國家的資產 為了守護三民各地的檢察署 我們警政署還有林務局 在去年8月就成立了業署專案 那這個專案執行 從今年1月到4月 我們共同查獲到62件 115人 那經過檢察官的聲壓法院的裁定 也積壓了22人 查扣了這些珍貴的鈴木 有54公頓 那我們最近年來 在查局這三老鼠當中 也發現 越南幾十年的移工 在我們台灣山區活動非常的活躍 那他們也獨自成立了 也所謂的三老鼠到垮集團 他們也從坎華運輸 還有銷售上中下游 這個一條邊來犯罪 那本署 在報警檢察官指揮 和林務局 也都會將這些 越南籍 十年裡移工 到華的這些集團 以後會列為 重點的查局對象 另外本署 在這個月也啟動 結合刑事局保齊總隊 以及12個山區的縣市警察局 在道華的熱區 用科技指握 還有在三老鼠活動的 運輸的這些路段 我們也設置了南籍點 被採取這個機動盤查 絕對會強力取締 這些所謂的道華集團 來保護我們國家的山林 絕對不容許 盜取國家的資產 為有效防治山老鼠到垮行為 警政署也擬定打擊策略 運用科技偵查方式 二指山老鼠到罰及張目運送 同時為截斷銷售管道 全面清查全國木材加工廠及一品店 若有可疑收售張目 即列為易銷章場所加強查訪 徹底斷絕不法收張業者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 HBO GO為HBO旗下影音串流平台 主打HBO原創內容 使用者可以透過機上和APP內訂閱 可以登錄五個裝置 最多可由兩個裝置同時收看 並支援零線下載 可跨螢幕到手機平板電腦等裝置觀看 首先我們來到Home Plus TV 找到Apps頁面並點選HBO GO icon 選擇訂閱HBO GO 選擇您想要的方案 然後確認訂閱說明文字 輸入個人認證碼之後 訂閱就成功哦 接著我們就可以進入HBO GO 在這裡選擇登錄 依照指示 在您的行動裝置下載HBO GO APP 現在來到您的手機 或是其他行動裝置 先下載好HBO GO APP 開啟後選擇創建帳戶 接著在創建帳戶頁面 輸入註冊資料 來到選擇付款方式的頁面 選擇中加寬頻LOGO 輸入您的訂戶編號 身份證字後 電話號碼 這樣就能綁定成功哦 訂閱連結完成後 我們回到HBO GO首頁 在設定頁面 選擇掃描QR 將手機視窗對準電視上 HBO GO的QR碼 這樣就能成功登錄哦 如果障礙無法排除 請與客服中心聯繫 怎麼這樣 有追劇有視訊 網速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那就快換中加寬頻吧 中加寬頻國際認證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暢快有感 一區只要999 再送數位頻道免費看 現在就辦中加寬頻 本土的疫情嚴峻 全台放無薪假的人數突破了1.5萬人 創今年新高 根據倫理銀行調查顯示 超過8成的新鮮人 很擔心這個疫情阻斷求職之路 因此會採取不同措施來因應 像是多頭履歷分散風險 提前啟動求職時間 或者是先找兼職的工作 私立醫大醫管系大師生 ANGEL目前正積極準備7月醫檢師國考 因為成為正式醫檢師 薪水就比檢察員多了1萬元 但為了房租生活費 目前也兼職賺些零用錢 因為我們是學生 那一般都會用下課之後的時間 去兼職賺一些生活費這樣子 那之後疫情關係的話 因為來餐廳用餐的人就會變少 然後我們就會 餐廳也會裁掉一部分的兼職人員 然後保留正職人員 所以兼職人員大部分都會被裁掉 那我們如果少掉這部分收入的話 就要再去找其他的兼職 就變成兼職的工作不穩定 那我們平時的生活費也會變得比較少 最主要是在醫院工作 因為醫院做醫檢師是必須要考取執照的 而如果在其他項法務部調查員的話 是畢業就可以在那邊上班 但同樣有證照跟沒證照的事情 一定會有差這樣 根據人力銀行調查顯示 八成新鮮人 擔心疫情阻斷求職之路 因此會採取不同措施來因應 像是多頭地履歷分散風險 提前啟動求職時間 或是先找監裁工作 因為很擔心這個求職路受到疫情的影響 那有沒有什麼樣子的方式 可以讓新鮮人呢 讓自己稍微可以放心一些些 有哪些管道呢 他們發現他們說 會透過多頭履歷來分散風險 這是最多人使用的方式 那再來就是提前替自己做好心理準備 也許呢 這求職時間過去是兩三個月 但是現在呢 就會延長到可能兩倍的時間 以半年的時間作為規劃 把求職期拉長的心理準備 那另外呢 也有人會選擇超前部署 提前來啟動你的求職計劃 也就是說你原本可能是 七月才想要找工作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你決定要五月就開始找工作了 那也有些人打算說 在找到正職工作之前 因為求職期可能會拉的比較長一些些 所以呢可以先找一些兼職的工作來做 頂過這個經濟的壓力 那再來也有人會選擇說 透過不同的平台來投遞履歷 透過不同的管道來找工作 來提高自己履歷的能見度 陳引柔表示 履歷是找工作的敲門磚 有高達51.4%受訪者坦言 自我推薦函最難撰寫 其次則是外文字撰中文字撰 因此人力銀行舉辦2022畢業季 企業最愛履歷人才全國擂台 鼓勵社會新鮮人爭取機會 那說到找工作第一件事 當然是要寫履歷喔 寫履歷寫得好 才有辦法到第二關面試的這一關 那我們詢問新鮮人到底寫履歷的時候呢 什麼問題讓他們覺得最難卡關的 最容易最難跨過去的呢 發現說呢就是自我推薦函 他們認為是最難寫的喔 那其次就是英文的履歷 或是日文的履歷總而言之就是外文的自傳 再來就是中文的自傳 還有就是期望待遇喔 很多人都不知道該怎麼樣寫自己想要的薪資 再來就是因為你要整理你過去求缺時間 可能是四年 那如果有念研究所 研究所的話可能會到六年或七年 必須把過去的作品級做一個整理 以上這五點呢也是新鮮人 在寫履歷的時候覺得最卡關的地方 那為了要鼓勵新鮮人呢 及早的超前部署寫履歷 而且是要寫一份好的履歷 所以我們一億人力銀行呢就特別舉辦了2022 企業最愛履歷人才全國累台賽 即日起呢就已經開跑了 只要上我們的網站呢 投地履歷我們就會送麥當勞的冰旋風 那另外如果你獲得了黃金履歷或者是創意履歷的認證的話呢 還有機會可以得到iPad跟五千元的求職金 另外我們也寄出現金一百萬元 而且是一個人獨得 就是要鼓勵新鮮人呢 及早來準備履歷這一塊 進而找到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好工作 那也歡迎大家多多上網來報名 人力銀行表示根據調查 今年新鮮人最向網產業為資訊科技業 教育政府團體百貨販售 顯示資訊科技業仍在各大產業中 扮演里頭羊角色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 端午節快到了 台北市衛生局提醒民眾 這個市售的粽子大多熱量很高 因此呢他們和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和平婦幼院區營養師合作 分享了端午飲食五個關鍵 並研發全股粽及輕食蔬菜粽 讓民眾享受吃粽子的同時也減輕負擔 端午節吃粽是民眾過節的樂趣 但市售粽子大多糯米做成 不僅纖維質含量少 且使用高鈉或高糖食材熱量很高 台北市衛生局邀請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營養師 研發全股粽及輕食蔬蔬粽 讓民眾掌握端午健康飲食重點 台北市衛生局這邊特別針對端午節 來跟聯合醫院和平院區來做一些合作 推出健康粽子的一個概念 當然我們市售的一個粽子 最主要的狀況的話 是它都是用糯米製成的 糯米本身因為它的澱粉的性質 它比較難消化 那以我們傳統的一個粽子來講的話 原則上我們就是會用 比較重口味的一個調味 那在肉的部分的話 都會用五花肉居多 那當然的話 如果有搭配上一些菜脯啦 或者是鹹蛋黃的部分 那會導致這樣的一個粽子 會有比較高的鈉跟油 那甚至於是糖的部分 那一顆粽子的熱量大概是 會打五百到六百大卡之間 高油高熱量可能對身體產生隱憂 陳怡婷也呼籲 有這些身體狀況的民眾要注意了 同時分享製作粽子關鍵五要點 那針對如果說本身有慢性病 例如說有高血脂高血糖 或高血壓的部分的話 其實高油高糖的一個食物的話 那它其實會引發就是相關的 一些生化素質的一個改變 那當然本身如果有肥胖的問題 的話事實上這個熱量 比較高的情況之下 也可能會造成民眾的負擔 所以可能在飲食上呢 就是如果有吃這樣的一個粽子的話 會需要做更多的運動 進行熱量的一個消耗 那原則上我們去試算 如果說以六十公斤體重的一個人 大概要消耗掉五百到六百大卡的一個 粽子的熱量的話 可能要漸走大概2.5小時 大概15公里的距離 才有辦法把這樣的一個熱量完全消耗 那這次聯合醫院和平富幼院區的營養師 事實上提出五個關鍵的要點 讓大家在吃粽子的時候可以比較健康 第一個呢 就是盡量以低脂少油的一個 少負擔的一個方式來執行 例如說剛剛有提到 我們傳統的粽子會用到高油脂的肉類 例如五花肉跟美花肉 而且都會先用油預先拌炒 那在這一次的設計上呢 我們其實是用豬里肌肉來取代五花肉 來取代這樣高油脂的一個肉的一個使用 那當然我們另外一個 款式是輕食的採出粽的步驟 我們是利用蔬菜跟主食澱粉類的米混合在一起 那就是用玉米筍蘿蔔等食材來增加我們的一個纖維的一個含量 那當然我們一般的粽子都是用糯米為基底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用澱粉基底來做一些替換 例如說現在其實很流行的全骨雜糧的部分 很紅的像藜麥啊紅藜啊 甚至我們使用燕麥這樣去取代部分的一個糯米 它可以增加它的一個膳食纖維 還有一個質化素 減少我們澱粉的攝取 那像我們這次設計來講 全骨粽我們就運用了小米跟黑糯米來做替代 那另外採蔬的部分剛剛有提到 除了玉米筍跟胡蘿蔔以外 其實我們還使用了新包裹 然後讓粽子的豐富性更多 然後口感也更好 那當然另外來講剛剛講到 如果說像是鹹蛋黃或蘿蔔乾這種高鈉的 最主要的它其實是用來做粽子的一個味道的提升 那其實我們在風調的手法上 另外還有一個方式就是我們用辛香料 或者是具有香氣的食材來添加這樣粽子的一個香氣 就是說我們可以運用薑啦香菇啦 讓這樣子一個粽子的味道變得不一樣 而且也用到比較少的調味料 那當然剛剛有提到鹹蛋黃的部分的話 我們在這次設計上就是用鞍唇蛋來取代鹹蛋黃 來降低這個鈉的含量 那如果說呢我們民眾要從市面上直接買一斤包好的粽子 兩個選擇方式 一個你如果是包裝好的那個食品的話 其實你可以透過看它的營養標示 在同類型的食品 也就是眾多的粽子裡面去選擇它可能在熱量 脂肪然後或者是糖跟辣相對比較低的一個粽子來做選購 那當然如果是現場製作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要注意它的一個環境衛生 和它的保存方式 那避免影響食品安全 當然因為其實不是每個人都有空自己來做健康粽 包健康粽 所以如果說從市面上買市售的粽子 剛剛提到就大概500到600大卡 這個樣的一個粽子 想吃這樣的粽子也沒有關係 那但是就建議大家粽子的話就是適量攝取 如果它的份量比較大的話 事實上你可以跟新盆好友一起吃 分食一人吃一些 那同時搭配呢就是至少補充一份青菜 然後配合補充一份水果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會讓這樣一餐的那個營養 跟熱量相會比較符合需求 也比較均衡一點 同時陳怡婷也提醒 若要買食售粽子也要注意製作環境衛生 避免影響食品安全 且要看營養標示 選擇少油少鹽的重口味 注意搭配蔬菜等纖維幫助消化 記者汪君台北報導 接下來要帶你來看 位在內湖區永山路上的碧山岩 這一座擁有悠久歷史與美麗景致的廟宇 不只向神明祈求平安 還能觀賞廟內精緻的雕刻 同時還能一覽台北101 與圓山大飯店的美妙之景 是遊客們假日旅遊觀光的好趣處 電視片封面 或許多驚喜 本市全新界的優勝 進展開車美的一齣 流程 易奔心 任何在何所謂 使用 避免廢 手續過十分間在比賽上 套館大半身14.16次 套館在五位 套館十年五次造浮誌的三要塵 五次的包含十四次 套館的空洞和太陽的一位 套館的套館比賽 套館的套館在三下五位 套館的套館 你的设计我觉得 走不起来喔 行…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啦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评吧 众人引颈期盼的2022 基隆城市博览会即将到来 官网即日起正式上线 四大展区包含了55项展览 装置艺术及超过白场的精彩表演活动 与各种特色市集 加上陈伯限定的十条油尘 要让大家体验缤纷多元的 山海城市魅力 在3月底全国记者会发布后 等了好久 2022城市博览会确定将 如期在6月10号登场 这项以金融整座城市 作为展场的大型活动 规划有ABCK四大展区 共55项展览 装置艺术 及超过上百场的精彩表演 5月31号官网正式上线 除了提供各展场活动内容 展出时间 交用资讯 及活动亮点 例如海上观展 购票登船 特色市集 还有北北机构101家 合作旅宿业等相关资讯 便于民众查询外 活动影片及手册等文宣资料 也可以在官网下载观看 在国门广场我们有国门驿站 那在海洋广场也有很多 在地团体的表演 海洋驿角 所以这些表演 包括A展区的部分 B展区的部分 C跟K 那总共加起来 整个博览会期间呢 大概有上百场的 这样的一个表演的节目 那这些讯息呢 都在我们的这个官网里面 都可以查得到 另外在我们的大顶棚 就是成绩转运站的 这个后车顶棚下面 以及在官务署通廊的部分 我们都有这一个 很精彩的这样的一些美食的 或者是在地的 物产的部分的摊位 可以供到民众来这个选购 或者是参观 另外我们在B展区 也非常的精彩 除了原来的这个潮艺术以外 我们其实有一个 新的旅游服务盒 也就是我们的正兵游客中心 过去旧的正兵派出所 那后面有一块广场的部分 那在这个广场的部分 我们也以基隆味的概念 把基隆的美食做一个呈现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会举办一个大基隆市 这样的市集 那另外在我们的K展区 其实也有我们的这一个 整个包括要塞司令部 要塞司令部官邸 跟叫官卷社 那我们有一连串的精彩的表演 那以及这个ARVR的 这样的一个观展 所以我想在这些地方呢 也有蛮多的这个市集 所以这几个展区呢 我们的表演也好 市集也好 都是非常的精彩的 那这些讯息 还有它的展出的时间 在官网上都可以查得到 其中光雕秀的部分 不只在B展区的 正面渔港色彩物重新登场 刚整修完成了文化中心 立面墙壁 也将成为A展区的光雕秀画布 那这一次文化中心 经由这个整建呢 它整个立面变得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也特别利用了 这个文化中心的外部墙 那作为我们的 好像是画布一样 那在这上面呢 我们打了这个光雕 那这个光雕的内容呢 我们也在这个官网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demo 但我们希望大家 在程博会举办期间 能够来观看我们的光雕 那这一次光雕的主题 包括我们的起点城市 也就是这一次的策展的主题 以及山海回游 那把整个山海城的 这样的一个魅力呢 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活动期间 除了有六条接驳专车 更同步推出市区公车 免费搭乘的好康 让民众能好好踏遍整个基隆 基隆市长刘商期盼 透过2022城市博览会 呈现基隆市政府 七年多来努力的成果 让国人看见 基隆这座海港城市的精彩 经典 自信 美好及愿景 邀请大家先上官网 规划属于自己的 城市博览会特别游存 在活动期间 亲自体验基隆的 缤纷多元城市美丽 记者张其辰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中佳宽评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佳宽评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走起来喔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啦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佳宽评吧 中佳宽评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佳宽评 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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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G